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要做橡树葱油饼 听着声音 准备一些葱花 尽量切细 再把烤熟的芝麻磨碎 准备中筋面粉 准备7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 调到面粉里面去 搅成雪花状 放入摸好的芝麻和葱花 搅匀 揉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揉好后 用布覆盖 让它透气 并且静置15分钟 松弛一下 准备做油面 材料都在屏幕上 搅成能够流动的状态 松弛好的面团 擀开 擀成方形 比例写在这里 抹上油面 抹上油面 卷起来 分成两段 每一段 从中间对半剖开 切开的面朝上 卷起来 卷起来 尾部压到底下 擀成薄圆片 尽量擀薄 轻轻擀薄 轻轻擀就可以 大好不粘锅 放少量的油 擀好的薄片放进去 用中等的火来煎 煎到两面酥脆就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葱油饼做完了 大家不妨试一试 真的很好吃 因为里面有葱花和芝麻的香 而且 我们用烫面 煎出来的葱油饼 非常的酸 但是呢 你如果想让它酥脆 它又可以煎得非常的酥脆 就是你自己可以选择 这个口感特别的香特别的好 那么我 以后呢 每期争取在我的视频之后 做完菜股之后呢 再跟大家多聊几句 把我在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 给大家说一说 尤其对一些从来没做过 不经常下厨的新手 可能会有帮助 那首先今天讲的这个 面呢 我用的是 60到70摄氏度左右的烫面 那这个呢 有的朋友就会问 那你为什么不用滚水烫 或者冷水 一定要用60还是70摄氏度的 那这个道理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是用滚水烫面的话 那面就烫熟了 它就没有筋性了 就面筋就没了 那你擀的时候它是很暄软 但是呢 它就没有劲道了 另外呢 你在制作过程中 它也很容易破 这是一个 如果你是用冷水的话 那面是过于有劲道 吃起来可能口感没有那么暄软 而且呢 在制作过程中 它容易回缩 不容易擀开 擀薄 所以你擀不薄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葱油饼就煎得不脆 不酥脆 所以就 我觉得就要点 就是在这里 那就是要放60到70摄氏度左右的 温水是刚刚好的 宁可凉一点 但也不要太烫 过烫的话呢 你操作的时候太容易破 而且呢 就是说 我觉得吃起来葱油饼没有那种韧性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问 那我没有温度计 我怎么知道这个水什么样是60还是70摄氏度 我教你一个办法 也就是我们在烧水的时候 你看到锅底开始密密麻麻 有一些很小的气泡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70摄氏度 这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离火 冲到这个面粉里面去 那第二个呢 这个面在和面的时候呢 我把葱花跟芝麻碎放进去 那可能有朋友问 为什么你不撒在外面呢 因为这个做法 这种折叠方法 撒在外面呢 煎的时候很容易漏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揉到面里面去呢 它的香气都在面里面 那它又不会掉出来 不会掉渣 这是一个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提示 我是建议大家呢 在用白芝麻的时候 最好是现炒的 现炒的会非常的香 如果你说我家里已经有现成的烤熟的芝麻了 那我建议呢 在三味饭锅里给它炒热一下 那个香气就会很容易出来 炒热一下再放凉 然后把它抹碎 非常的香 当然如果这个葱油饼 如果你什么都不放 葱花芝麻不放 也不错的 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是建议加葱花跟芝麻 当然葱花最好要切碎一些 那另外呢 是要在水烫到面里面 搅成雪花状之后 我们再放葱花和芝麻 因为这样子呢 葱花就不至于要被温水给烫熟了 那样子就不香了 后面放 等它搅到雪花状的时候 再放进去一起和成面团 那这里的这个芝麻和葱花的比例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的话会影响这个面的延展性 里面比例太多不好 那另外呢 在做这个面食的时候 你在搅这个面团的时候 怎样能搅到软硬刚好呢 就是说你因为面粉的这个吸水性不同 你在加水的时候 按我这个量有可能会太软会太硬 那这个时候没关系 你就自己稍微做一些调整 太软了加点粉 太硬了 我们再加一点点水 只要一点一点加 我这个是基本的 就差不多是这种比例 那另外呢 在这个擀面的时候 尽量给它擀成正方形 因为一会呢 这个卷出来的这个会比较整齐 那擀正方形的时候就注意到 我们开头是圆形的不是吗 那旁边呢 那旁边呢 稍微用手拉一下 然后用擀面杖辅助一下 把它压出来 就这边搅住出来了 就有四角 然后尽量擀我给的比例 这样子厚薄会比较干好 这个油面 就是不要做得太稀 太稀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一会擀的时候 油会流出来比较多 但太浓呢 可能就是说里面粉又太多 那么那样子的话 吃起来油腻感比较大 就是介于这个能够流动 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了 圆片在给它擀薄的时候 尽量的轻一些 慢一点 不要太拾劲 慢慢的给它擀 擀出去擀薄 擀越薄煎得越酥脆 还有最后就是说 要用中等的火 不要太大的火容易焦 然后如果火非常小的话呢 它主要是煎得不容易酥脆 那么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吃鲜软的 不要那么酥脆的 你可以火小一些 不用煎得那么透那么脆 那它就也很鲜软 很有韧劲也很香 如果你喜欢非常脆的 就是酥的掉渣的那种 那你就用中火把它煎到 两面全部酥脆了 放凉以后一丝 咔咔的这个掉渣 非常的香 差不多就是这些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你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什么时间 天呆 有这个地方 比较多了 但你看这个地方 就算是 Rotary 我还是很冷的 我还是很冷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就像这些时候